日前一名张姓民仲在脸书发文 表示自己行经市区中行路五段时 突然感到左后腰部刺痛 疑似遭人持瓦斯枪打中 警方发现后不敢大意 与张姓民仲取得联系 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 实现查获两名少年 并在其中一名少年的租屋处 起出专用的空气枪 台东警分局的警方 将涉嫌用空气枪 无差别攻击路人的少年 带回分局内准备制作笔录 这个月16日 一名张姓民仲在脸书上发文 表示自己骑乘机车 行经台东市区中行路五段时 突然感到左后腰部刺痛 疑似遭人持瓦斯枪打中 警方在网络上看到贴文后不敢大意 随即联系该名张姓民仲 并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追查 并寻现逮捕两名可疑的青少年后 在其中一位的住家 找到作案用的枪支 本分局与张姓民仲取得联系后 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 经调阅监视器过例分析后 锁定可疑车辆 隔天16时左右 在台东市中山路附近 南获作案车辆及两名少年 在其中一名少年租屋处 起初作案用空气枪一把 经警方询问 两人因好奇及寻求刺激 所以持空气枪在路上朝路人射击 本分局于调查后将两名少年 依触犯少年事件处理法 及伤害恐吓公众等行为 以请台东地方法院审理 而这两名屁孩 因为无知又幼稚的举动 让自己要面临法律的问题 可以说是就由自取 而台东警分局也呼吁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 家长应多加关注 子女的日常生活 多安排有益身心的正当休闲活动 如果发现有可疑的人事物 可立即拨打110或至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记者曾经理论台东市报导